說明就等了 明明就等了 我記得就等了 明明就等了 你這樣想說 今天要玩的是納克羅斯 那納克呢是蠻多的 一直希望我拍的一個角色 那剛好呢好不好 這一次這個奪寶 是抽到了納克羅斯的造型 不過呢 原本我是真的蠻想抽悟空的造型 但是 我只花了三天 然後存這個 寶石啊一天150寶石只能買一顆 想說三顆沒抽就算 因為不可能再去拿多餘的 40塊點券一直去抽 不是土豪啊抽完之後可能就 算盤不知道貴幾天啊 不知道怎麼交代啊 我要是要儲值啊可是要暴障的啊好不好 好而且呢我覺得這一次 這個奪寶因為之前不是有時候 打不管是一般場 或是這個排位都會送 那個奪寶那水晶球嗎 現在都不送了喔真的是 官方開始有點吃相 這個有點 需要插嘴巴一下 不行不行我是傳說對決的 親善大使不能不能 做出有損Garena的這個 傳說對決的言論 好那再來到上路這裡去 Gank對方的塔萊波 摳個集合之後一個挑飛 大招 讓我們的塔萊順利的 收掉了對方塔萊喔 那塔萊先肥起來其實對大家都是有好處的啊 那這邊趕快扣一波 古龍先把古龍給收下來 OK那收掉古龍之後呢 馬上轉往魔龍區 做一個 那這邊剛好是看到對方的悟空喔 那我血量是有點慘 差點就被對方的悟空給 抵個陣著啊 那是俠的這個 古龍的這個Buff喔 讓我的血量先慢慢的回復 那這邊是想要先吃掉 藍Buff才要往下路移動啊 因為都已經 來了嘛那對方法師 還有下路的視野呢都是 蠻清楚的所以應該是沒有 呃 對方應該是沒有在吃魔龍啊 那這邊看到中路的兵線已經進塔了 所以是放下我的藍Buff 再過來中路清一波兵 再回來趕快把這藍Buff吃掉 那 打野有時候就是這樣 野怪跟兵線的取捨呢 會 呃是一個蠻困難的抉擇啊 就是你到底是要去清兵線呢 兵線進塔還是吃這個 呃即將就要吃掉的野怪呢 就是非常非常的 難抉擇喔 那我這邊呢是 往下路做一個支援喔 看一下那對方的愛里 這個血量是有點多啊 不過悟空直接過來是吃了我一個這個 大招的霸體喔 所以他是沒有收掉我了 那不過我們查格納是率先倒下 那這一波呢只剩我們兩隻喔 所以對方羅也是直接殺過來啊 那血量是有點殘喔 那趕快先吃個野怪回回血 好這邊呢再把這隻小豹給吃掉 那中路兵線呢也過來 稍微再清一下中路兵線 那這邊看到對方的血量有點殘喔 所以我準備在這裡蹲草 就還沒蹲成功之後之前呢先看到對方的悟空 那一個普攻打死的對方悟空喔 那本來是想再繼續下路做支援 不過看到羅爾已經往上靠 那我這裡在這裡等他 用個大招迎接他 Happy Birthday羅爾 那直接過來 再一個殘兵這台環住他 搭配大象是收掉了對方的羅爾 好這邊再回到中路去幫忙把兵線給清掉 那這邊再往古龍這裡靠 因為剛剛魔龍沒搶到 所以古龍不吃的話是很浪費啊 那想抓個塔拉但是算了 太硬太厚啦 我這個刀子還不夠銳利啊 可能要拿個開三刀來P了 好那這邊呢再做一波蹲點看一下 好沒有機會的話馬上再去野區做發育 完全不要耽誤到我們的成長時間喔 因為已經落後一條龍 雖然說我吃到兩隻古龍也算是賺回來啦 這個差距的話兩隻古龍就是144塊嘛 好這裡趕快到下路這裡想說要做一個支援喔 好那這邊兵線呢先讓他進塔之後呢 看一下能不能去持續的消耗這個塔的血量 那搭配菲尼克是應該是可以很快收掉 不過對方悟空過來那要趕緊的開著大招 因為他隱身了嘛那我要保護魚人 所以呢就是用大招挑飛去阻止悟空的進攻 那這邊下路呢又是沒門喔 沒門之後呢我們就往這個 中上路去移動但是這邊的 中塔已經率先的陷落了被打爆了 然後這邊來一個蹲點看到對方的井 再過來一點我就要去抓他 OK那這邊直接進去挑飛做一個大招 但是他一個滾動喔滾動的天空直接滾走 那我們的人兩隻在下路 那對方是四隻在中路 塔拉也往中路做集結 所以是沒有辦法打的喔 那魚人還在下路推對方的塔 所以呢也沒有辦法多做多餘的這個戰鬥啊 那這邊呢是 恩是野怪本來是想吃喔 不過看到對方羅來騷擾我那就算了 那把中路的兵線清掉之後呢 再往這邊靠看一下有沒有辦法做這一波的追擊 那我是摳個集合喔因為魔龍也出了嘛 那對方的人呢應該也是會往這邊靠 所以馬上趕緊的趕緊的快馬就在那邊搭配菲尼克大招 那我這裡是看到對方進場之後一個大招準備挑飛對手 但是血量值非常非常快速的陷落喔 這個血量是掉的非常快啊 那我一直往後拉往後看 但對方血量都還是非常非常多 所以沒辦法只能賣掉隊了啦 這金買隊搖啊做一個這個犧牲打了喔 犧牲掉我三個隊友換到一顆人頭 那對方是兩顆人頭加魔龍換掉我們三個人喔 呃是稍微還是賺這麼一丁點兒啊 壓滴滴啊賺了一點點 那這邊稍微看一下蹲一下喔 應該是沒什麼人會過來吧 那趕快到上路這裡想說要做一波支援 但是塔拉已經先把我們塔拉給收掉了 那我趕快先來保一下塔這邊 那對方的井也是過來啊 不過這塔的血量是蠻低的 但是井打我真的是蠻痛的啊 我的老天兒啊 那趕快先做一個拉回喔 那一直往後看往後看 看一下到底有沒有辦法去幫忙 但是算了 羅歐過來想要搶我的野怪啊 那我一個制裁是先點掉 好啊這邊呢是就是上路的話 就讓大家自身自滅自...自力更生啊 那果然我的隊友還是非常carry的喔 一次收掉了對方兩顆人頭 那這裡來蹲一下羅歐看一下會不會過來 但發現他沒有過來的話我就過來找他了 那對方的悟空也是來啊 那直接開啟大招耗掉羅歐一半的血量 那悟空一個過來 然後再用二技離開他的攻擊範圍 不過他還是收掉了我們的章魚哥阿 這邊是直接過來把中塔給推掉 因為我剛才已經先清了一波中路的兵 所以他們在上路耗太久 那當然塔是絕對會被我拔掉 那我在這裡一個草叢再做一個蹲點 看一下喔 那一個大招迎接著熊貓 但是看到悟空也在附近 那馬上的往下靠 那這邊 魔龍站這裡又有石開啟了 那一個寒冰制裁 點掉悟空之後 發現對方的人直接過來追擊一波 因為我大招剛才已經繳掉了 算是我個人的失誤 所以又是賣了一個隊友 那直接又有被閃了這個問號 狂閃問號 但是沒辦法 我們不要多做一個下水餃多餘的犧牲 我剛是絕對救不了菲尼克 我身上是已經沒有招 那造成隊友的誤解 覺得我是一個會賣隊友的人 那也是非常抱歉 那這邊趕快的把對方的紅BUFF給偷掉 那上路兵線也做一個清理 那之後呢馬上再往其他地區去做一個移動 那順便的偷一下對方的野怪 看到蘿兒從後面來做一個包抄 那抓住蘿兒之後 他會跑掉嗎 一個卡牆 但是也狹不掩餘啦 最後還是一個普攻收掉 那這個大招果斷的交在對方悟空身上 不過感覺是沒忘了喔 直接被收掉 那我這也是掛掉 但是看著我的隊友呢 打出了一波這個秀 那對方的錦呢 是被菲尼克給收掉 好那這一波是一個一換三 還算是可以啦 還算是賺了這麼一點啊 沒有大賺啦 但是不賠 那這邊呢趕快再重新的再出發 又是一條好漢 那先從藍BUFF起手 重新再出發 就像小智從真心陣呢 只帶著皮卡丘一樣 再出發這裡 這隻蘿兒 他有位移技嗎 有的話也沒關係 一個過來追擊寒冰制裁 擋住了他 那這邊呢血量又是掉的 蠻快的 看到塔拉再一個瞬移 直接瞬掉了 那我是迅速的離開戰場 那心理想的就是馬上 先找個野怪來回血啊 那馬上的回完血之後 回到一定的程度 我要再做一波二次的進場 那這邊血量已經回到差不多了 一個進場挑飛之後 開啟大招霸體挑飛對手 拿到了一個四顆人頭 對方是直接被抓掉了四隻 那我也再繼續的工程生退啦 往其他路去做發展 那這隻古龍呢 再稍微的吃一下 回個血量 好那這邊吃完之後呢 我是果斷想來吃凱撒 直接摳個集合 因為對手死了三隻嘛 那這個行進的也是相當的大膽喔 就是想凱撒想瘋啦 因為其實在小地圖上 我也是沒有很明確看到對手在哪裡啊 不過就是覺得 此時不吃更代何時呢 直接吃掉了凱撒 獲得了凱撒之力喔 好這邊呢跟著隊友呢 往前慢慢推進喔 那等待菲尼克 那摳個集合 順便吃吃對方的野怪 好那我方的人呢 那是直接進場喔 那我也是先 直接先把這個塔點掉 讓我們沒有後顧之用 那塔是站在我們正中間啊 一個寒冰制裁在緩助他 那最後呢 是收掉對方兩顆人頭 那兵線也進場了 那剩下的是一些脆皮角色 那先把這個防禦塔給打掉之後 再來追這一隻胖胖熊貓 那也是順利的收掉 那只剩一台砲車 不過沒關係 我們還是可以打 那扛了一下塔之後 再拉出來 再拉出來 看到兵線又過來喔 再一個進場 那是成功的 也是收掉了對方的這個防禦塔 那中間呢 賣了幾隻隊友啊 這次深感抱歉啊 好不好 sorry bro 那但是manfa啊 人在江湖走啊 不得不低頭啊 有時候那個血量啊 呃 寧願跑掉 對 寧願跑掉 然後只讓對方賺一顆人頭 也不要 為了這個 正義 然後也去送掉自己的人頭啦 對不對 為了這個道義嘛 好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此結束 如果喜歡我影片的話 可以訂閱我一下囉 掰